大家端午節快樂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老船長 這樣子會不會太過分了 也沒什麼 因為講不聽嘛 對不對 你們看我的節目 我講得很清楚 我說台北股市 它會在怎麼樣 這個區域裡面鬼混 上不去 你不用追 也怎麼樣 不要殺在怎麼樣 太離譜的位置 因為它也不會下去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是在這邊混嘛 老船長 真的耶 美國股市漲了700多點 這兩天 我們還往下跌 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啊 所以你不要去看美國股市漲跌嘛 你看我的節目 我用紅船長 人工智能電腦運算出來 結果就告訴你 昨天的節目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台北股市短線多 長線空 兩個會牽制影響 就會變成一個怎麼樣 震盪的整理盤在這個區間嘛 對不對 它在這邊混嘛 那你不管它嘛 那個股表現嘛 然後呢 我在之前的一段日子 我一直用我的操盤系統 警告 再警告 說很多的股票 你千千萬萬不要碰 那個底部啊 有多深 沒人知道啊 而且我一直強調 我說 這些股票 不管它基本面 壓本面 我有沒有常這樣講 就是你不要看它 你覺得它基本面很好 哇 本益比很低 公司有賺錢 你就拼命加碼攤平 然後怎麼樣 來看這個動作 越貪越貧 老船長 你之前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都不以為然哦 對 這些股票 我隨便拿一檔 大家最怎麼樣 熟悉的 而我在去年 就已經早就提出警告 我說 你不要再玩被動元件了 看一下 華新科嘛 國具跟華新科 都是一樣啦 好不好 不要五十步效百步 都一樣 那華新科 我已經警告再三 我說它就是被動元件 然後有怎麼樣 有人呢 怎麼在節目上 就是說 它專門是被動元件 它最厲害 它帶你買 一定是低買 然後一定是高賣 對 怎麼樣低買高賣 各位觀眾 我覺得 有的時候就是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Time will tell 一段時間你發現 原來這個人是金光檔啊 哪裡是投顧老師啊 對不對 明明知道被動元件 還沒跌完 但是為什麼在節目上都要強調 只要去找它一定是低買高賣 因為所有的股價 明天會怎麼樣 它通通都可以先計算出來 你知道在這段時間有多少人上當嗎 那這些人都被我講過了 就是參加這個買被動元件 從去年開始輸死 輸死輸死 現在這些人的老師已經怎麼樣 不管他們了 都不講被動元件了 開始講別的 對不對 那他們變孤兒嘛 那怎麼辦 現在有一家在講被動元件 而且穩贏不輸的 各位觀眾 低買高賣一定是穩贏不輸啊 對不對 好吧 使馬當活馬医啊 加入之後 來 只要有眼睛的 這個如何低買高賣 華興科 原來從頭到尾就是個騙局啊 你才知道谷海老船長講的就對了 你就不要碰被動元件 從去年我就已經開始講了 你知道嗎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這個還會再跌 不是他公司有沒有賺錢的問題 好不好 這公司有賺錢 他第一季賺4.77好棒啊 問題是去年賺40 今年會賺多少錢 一定沒有40嘛 而且他衰退的速度是很快的 聽得懂嗎 因為被動元件當時會這麼夯 國具也漲到1300多 那就是因為大家都不做被動元件 都倒了差不多了嘛 那突然呢 一部車子 對不對 以前的車子哪有什麼螢幕啊 對不對 以前的手機 或者是怎麼樣 很多相關的電子產品 都要大量用到被動元件的時候 突然之間國具啊 變成當紅炸子機啊 EPS飆翻啊 好 國具就怎麼樣 你注意看 我順道也提一下好了 去年賺了80塊EPS 對不對 那現在呢 第一季只剩6塊 那第二季剩多少 如果你摔的速度 老船長他有沒有可能變富的 我不敢講啦 但是各位看到宏達店沒有 宏達店是虧損 這個是我跟你講 因為業外收益 不要去討論 基本上本業是虧損的 看到沒有 過去宏達店EPS 也是78塊啊 但是呢 他今天股價剩多少 30幾 誰能夠保證 國具不會跌到 像宏達店這樣 那你再去查一下 國具以前是多少錢 在減支以前 他是多少錢 所以一個觀念 會救了投資人 也會害死投資人 什麼樣的觀念 會害死投資人 就根本是假的嘛 對不對 叫你怎麼樣 趕快去找他 對不對 一定是低買高賣 你們要收集證據啊 我說過你參加之後 他的節目長時間 網路上都有啊 都是證據啊 那你參加之後帶你買 不是說都可以算得出來 股價嗎 對不對 一定是低買高賣 沒有沒有 你就找他啊 訴諸法律嘛 不要跟主管機關講 沒有用啦 這些人他不會 鳥主管機關 我已經講過很多年了 好不好 那這些股票 尤其是我們來看第一檔 3034 你看這是聯勇 在這個之前 我就已經跟大家說過 聯勇 我說這支股票 因為是雙綠船長鎖住 我講句難聽一點 這種四個綠船長 也是照樣有四個綠船長鎖住 可是呢 很多人不相信 他說 老船長這公司第一季賺三塊多 去年賺一個多股本好棒棒 今年第一季三塊多 如果有投資人很天真 這個乘以四十二塊多 今年比去年還好 這個一定是怎麼樣 逢低一定要加碼攤平 對 你再看這個 再給你看融資看到沒有 散戶拼命的買 錶啊 融資飆翻啊 股價摔死了 這個我跟你講 融資一定斷頭 一定斷頭 因為 主力他一看 這個融資飆成這樣 股價摔死 絕對讓你斷頭 等你們斷乾淨了 他再來反彈 那我不是跟你們說嗎 我只要在節目上 測標有寫的股票 都是雙綠船長勢力範圍 你千萬不要加碼攤平 你可以怎麼樣換股操作 老船長 你不知道 我們被大魔頭控制的腦波 對不對 他一直灌輸我們 說這個股票有多好 叫我們怎麼樣 不要怕 一定會漲上去的 可是呢 我們想想 我看節目那個老船長 他的紅船長超盤系統 真的好厲害哦 早就雙綠船長鎖住 怎麼辦 兩個你選擇一個相信 很不幸的 看這個融資就知道 投資人不相信 紅船長超盤系統 好啦 我現在測標 講了幾檔 兩檔而已 那我先插播一下 已經沒有投顧老師 會去管你們 有這些股票的投資人 哪怕你交了會費 哪怕你續約升級 沒有用 因為他的眼裡心裡 你就是豬腦袋 已經載完了 載完就丟一邊去 懂嗎 你沒有利用價值的嘛 但是他會費 已經藏在口袋 鼻鼻鼻鼻鼻鼻了 然後你再看他的節目 他繼續騙 還是低買高賣 繼續 還是股價都算得出來 就用計算機 股價就算得出來 我跟你講 投顧業不乏其人 好厲害哦 一個100多塊的電子計算機 可以算出股價來 是多少錢 我覺得這個都詐騙了 我講話 我負法律責任 股票用電子計算機 100多塊就算得出來 那人人都發財了嘛 這種鬼話到現在 在投顧業 還有人在用 就因為他相信 投資人是豬腦袋 聽得懂嗎 那你們有這些股票 你的老師不管你的 沒有關係 各位看我這個測標 我沒有亂寫 你今天如果打電話 來我們公司 你只要有類似這樣的股票 這樣的股票都跌超過30% 這些股票都會斷頭的 你放心好了 那沒有人理你的情況之下 你今天打電話來我們公司 接下來要端午節 要放假 給你很長的時間 你去思考 你打來我們公司 網路你就填表單 由我老船長親自 登記好 由我老船長親自回你電話 親自帶你操作 帶你解套 不收會費 老船長你一定騙人 打去對不對 我根本找不到你 也不會是你打給我 這樣 這個節目為證 如果我說謊 就賠5億8千萬新台幣 並且我退出頭顧業 所以你現在遭遇了人生 最大的痛苦的時候 別人不理你了對不對 別人還想再把你一層皮 還想把你當豬腦袋 再宰 我老船長不幹這種骯髒 沒關係大家不理你 我來幫你 我伸出手來幫你 而且我不收你費用 絕對是我親自帶你 我親自帶你 我用特別會員的方式 來親自帶你 所以第一階段 你不要客氣 也不要失望 不要灰心 沒人理你 我理你 就先開始撥打登記 我一定親自打電話 親自帶你 導播先進廣告 古海浮沉 投資充滿挑戰與風險 現代就讓紅船長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專線 02-8101-0630 8101-0630 古海浮沉 投資充滿挑戰與風險 現代就讓紅船長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專線 02-8101-0630 8101-0630 人的一生當中 都會遇到 你沒有辦法去接受的挫折 這個很正常 大部分的人選擇像他一樣 看到沒有 逃避 不想面對就是這樣 有沒有 不想面對 但是各位觀眾 如果不想面對 轉過來 豬腦袋 我就強迫你面對 不想面對 如果可以解決問題 那我建議大家通通都不要面對 不可能 但是有的時候 也不能怪投資朋友 他說我很想面對 但是沒有人幫我 如果要請人家幫忙 第一個 怕被再騙 第二個 人家都還要再收費 我心裡就在想 當別人都在推什麼 端午節 特別專案 還要你們去交錢幹嘛 有沒有 所有的投股老師都這樣推的時候 我不推啊 我跟我們公司說我不推 因為我知道台北股市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股票 投資人面臨斷頭的風險 如果你是用融資買的 我真的是 我只能說愛莫能助 因為你一定會斷頭 斷頭要追繳 你搞不好都還要遭樓 還要跑路 所以我沒辦法幫你 你都要跑路了 我怎麼幫你 我頂多給你車錢 對不對 最起碼如果你是用現股買的 譬如說你 因為我跟你講這些股票還會再跌 而且會大跌 你要小心 所以你應該要從泥沼裡面跳出來 你跳出來 你該怎麼辦 下一步由我親自來帶你解套 我不收你費用 那如果說你打電話來登記好 不是由我骨骸老船長下禮拜一開始 帶你操作 而且不是免費的話 就是賠5億8千萬新台幣 那我的會員朋友 你們也不要吃醋 也不要嫉妒 就是說有的時候我覺得 這些朋友他們的狀況 實在是太可憐了 而且真的很需要幫助 光是發折訊給他們 他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樣來面對這個行情了 所以一定要由我親自告訴他們說 你要怎麼做 而且我講完之後 我有把握他們一定會聽我的 因為我會告訴他們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他們聽完了 他們就知道 就算這些股票跌了30% 就算把他們幹掉以後 就算你只剩下最後的一咪咪錢 你都還有機會翻身 我在這裡我沒有講大話 我思考了很久 當大家還要繼續收會費的時候 端午節拼命推這個專案的時候 我不幹 我不推 老船長你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你沒有騙人 不要這樣子如果好不好 騙人就是賠5億8千萬新台幣 我親自帶著你 我打電話給你都是我親自 我告訴你怎麼處理 你手上的任何問題 我都可以幫你解決 因為我當然有副案 我當然有相當的把握 我才敢這樣子寫 那全市場沒有人可以幫你了 就算要幫你還要再騙你一次錢 再把你當豬腦袋宰 所以在這一集你看完之後 假如你的朋友 他也需要幫助 你也知道他的狀況很慘 但是我們先講 如果已經要跑路的那種 就我沒辦法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剩下這幾檔看完 你會發現一些事情 好我們來看3533 加折 請問大家加折是不是基歐股 是絕對是 有沒有 第一季賺3塊多 對不對很棒 但是他去年賺17塊 今年是衰退的 就算衰退他還是很棒 他今年還是會賺超過一個股本 但是請你注意看 一樣這個都跌超過三成 這都一樣 但是重點在這個融資飆高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融資飆高 股價拼命跌 摔死加碼 貪平越貪越平 投資人覺得他很基歐 那我之前就跟你們說 這些早就雙率船長鎖住的股票 我們死不亂 你不要再去碰 而且主力都知道 你們用融資買 一定弄到你們怎麼樣 斷頭 所以未來你看融資拼命殺 這個拼命跌的時候 跌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反彈 趁現在還沒有跌到 你走向歸零高的那一刻 你今天看完這一集 趕快來找我 絕對不是助理告訴你怎麼做 絕對不是助理打電話通知你 一定是我本人打電話通知你 這句話我已經講第三次的節目 只要我做不到就是賠5億8千萬新台幣 而且是免費的 如果你們信得過骨海老船長 再來我們再看這一檔 4803 這一檔大家比較陌生 這是外資的VHQ 這一檔KY 你要注意 這種股票也跌了30% 還會跌 你放心好了還會跌 雖然它的融資比較少 雖然 但是還是有 還是有幾千張的融資 兩千多張 還沒有斷乾淨 那這家公司有沒有賺錢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都是賺錢公司 但是它去年賺13塊 今年衰退的比較大一點 你也稍微小心一點 但是還是很機優 所以我有沒有說過 不要看基本面壓本面 老船長我現在頭在痛 你真的都有提醒我們 但是我們就是不信邪 好 我知道啦 你是姓王嘛 姓林嘛 姓張嘛 姓陳嘛 對不對 你不信邪 好不好 開個小玩笑 老船長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情 開玩笑了 我覺得世界要末日了 千萬不要這樣子想 好 再來我們看到6552 6552 先給你看 第一季賺一塊多 他比去年還要進步 去年才賺兩塊多 今年第一季就一塊多了 但是你看一下股價 怕死人 摔死 這個都超過三成 頭顧老師都帶人家買這裡的 逸華店對不對 這邊都表演嘛 你們 我教你們 你把那時間對一下 然後把那個時間去查 YouTube 那一段時間 拿幾個頭顧老師 專門在講逸華店的 你到 YouTube 去查 對這個時間 我告訴你 全部都在這邊 招收會員 你們去參加之後就死掉了 融資飆高 這個一定要再大跌 這一定要斷頭的 逸華店看清楚 好 我們再來看 1597的值得 這個都會員招收完畢了 看清楚 這都超過三成 值得 他距離前高還很遠 但是這一波下來也很可怕 有沒有賺錢公司 有哦 但是呢 衰退太多 去年六塊多 今年的話 三塊大概都有問題 腰斬 聽得懂嗎 但是值得那一波 你們去 YouTube 查 這邊這邊 誰在測標都寫值得 在表演 沒辦法 最後一檔 3152 景德 各位看這個 這個很要求 有沒有看到 真要求 這公司的股票真的很要求 融資飆高 看到沒有 殺死 然後我給你保證 絕對公司有賺錢 看到沒有 第一季賺2.44 他今年賺的錢 跟去年差不多 所以大家就覺得 這股票一定會漲 對不對 絕對會解套 越貪越貧 最後會斷頭 因為這融資飆高 接下來就是多殺多 殺融資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些股票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基歐股 而且公司有賺錢 哪怕就算是有衰退 但是股價應該不會跌那麼多吧 投資人都這麼想 所以大部分這裡面 十支有八支都是怎麼樣 融資飆翻了 股價跌死 融資飆翻 後面就是多殺多 會超跌 我跟你講融資 它會助漲助跌 就你這股票本來只能漲到100塊 但因為融資去買 融資是2.5倍的槓桿嘛 所以說它這個一定會超過的 所以不要用融資去追股票 道理就在這邊 一樣道理跌 它從100如果跌到20塊錢 應該就夠了 不好意思它跌到10塊 為什麼多跌10塊 因為融資斷頭 融資斷頭往往證券金融公司 比如說像 你們不是都是去借錢買股票 叫融資嗎 你都是跟證券金融公司借的 對不對 比如說像安泰 安泰證券金融公司 不是證券公司 你跟他借了錢之後 他有權力幫你砍股票 你說我沒有打電話叫營業員賣 不用 你只要沒有追繳保證金 你該繳你沒有繳 他有權力幫你賣 每天開盤一開盤就賣 每天開盤如果是跌停版 賣不掉 第二天他照樣市價幫你 一開盤就賣 他不管你賣什麼價錢 賣到跌停收漲停 也是你家的事 他完全合法 只要你不追繳 你只要不繳 你應該補得保證金 在法律上 他就賦予這樣的權力 所以各位觀眾 尤其是你們新來股市 沒有很久的 你可能沒有遭遇到 融資斷頭的這樣的經驗 我在股市多少年了 我大學時代就在做股票了 所以大家千千萬萬 要鎖定我的節目 按讚分享出去 尤其這一集 你們只要有類似 你說我今天好險沒有對重 我的股票跌45%了 但是沒有對重好險 神經病 那個就叫做類似 中華民國頭顧業 你去看檯面 到了今天還在做生意 還在端午節專案 還在扒皮 千萬不要 你看我的節目 我親自帶你 說謊我就賠五億八千萬新來幣 你只要打電話來登記 但是拜託一下 你不要說你已經沒有錢了 要跑路了 我真的就沒有辦法幫你 除此之外 只要我幫你的 你不管什麼股票 有類似這樣的 我會帶你換 換的股票 我會私底下偷偷告訴你 為什麼要換 為什麼有希望帶你解套 你聽得懂嗎 打電話進來 網路朋友請你趕快填表單 或是打電話 所有朋友不要客氣 好不好 開始撥打 打電話 打電話